Hello大家好,我是尤王,这次来上手和测试一下这一台 i7-9700加RTX2060的联想任7000游戏电脑主机 是的,我知道这个东西的争议是比较大的 but,在去年显卡和内存价格比较高的时候 任系列的主机甚至比自己按照相同配置装一台还要更便宜 算是当时比较有性价比的方案 这个型号最近在电脑MV新公众号的后台也被多次问起 再加上拯救者系列的BGMY7000P的评价也还行 我们就想办法借了一台这个,回来猜猜看 这次我们接到的这台RN7000是i7-9700不带K加2060的版本 这颗CPU目前还没有零售,正好也可以来看看它的性能表现 RN7000的机箱为中塔设计,两侧还是延续了上一代的纯黑侧板 想要侧透的话,需要上到RN9000的配置才行 正面则是比较骚包的层甲,再配上Y字型的灯带 在开机之后正面除了灯带会亮以外还会在正下方投影一个红色的Y字 顶部带有提手,搬运起来会比较方便 前IO也是设在了顶上,有耳机和麦克风的接口,两个USB 3.1 以及一个开机键 背后就略微有点简洁了,6个USB倒还好 但是除了它们,主板上就只剩下一个网线接口和一个耳机接口 主板的视频输出接口都被精简掉了 如果独显出现故障的话就没办法用核显临时顶替一下 以及只有一个音频输出的话就可能没有办法接传统的多声道音箱了 好在现在的游戏耳机大多是USB接口的 因为任系列有UI的设计就是update it yourself 所以屁股后面找不到保修封条 用户可以自己打开机箱进行硬件升级 然后还能继续享受到正常的上门保修服务 这个设计目前应该是只有任系列独家提供 既然有这么方便的服务 那么就赶紧先拆开来看看再说吧 和普通的DIY主机一样 只需要拧掉背后的两颗螺丝就可以打开侧盖 打开之后果然是扑面而来的品牌机的味道 机箱内部没有做黑化处理 但板材还算是比较厚实 任期间这个机箱在淘宝上面要卖200块左右 机箱的前后各配备了一个台达的12公分风扇 台达的产品质量还是可以的 就是最大电流0.8A 转速最高区到3400转 声音让人有点担心 机箱右下角带有两个免工具安装的硬盘位 我们上手的这个配置没有带机械硬盘 硬盘架里面可以看到供电和数据接口是已经固定好的 增加3.5寸硬盘时插上就可以用 缺点就是想装2.5寸的SATA固态硬盘会有点麻烦 位置能准确对上的转换盒价钱还是有点小贵的 过来我们拆一下显卡 任期先在显卡的后方装上了一个塑料的显卡固定架 可以防止在运输的过程中显卡晃动造成损坏 PCIe槽用的是手拧的卡扣进行固定,还算方便 这张RTX2060用的是双风扇散热管的散热器 呃,没有背板 从标签可以确认生产厂商为PCPartner,也就是百能 百能旗下有两个很出名的品牌 一个是生产N卡的索泰,另外一个就是生产A卡的蓝宝石 这张卡的配置基本上就相当于索泰入门版的毁灭者 目前价格在2250元左右 接下来取出内存 任期先使用的内存是两根金泰克贪狼心26668GB 京东自行售价为单根235元 主板右上角的SSD上面装有散热器 将两个卡扣转90度就可以取下来 散热器的背面有散热电,而且这个东西居然还是带编号的 再将上面的插头拔开就可以取下固态 我们这台机器是渠道版的,所以配备的是ETB的PM981 京东上面9700加2060的配置使用的是512GB的版本 任期先内置有无线网卡,顺便还支持蓝牙有内置天线 接下来拆电源,除了背后的四个螺丝之外 在机箱的里头还有一个卡扣 这个机箱在运输保护上还是做得可以的 电源是光宝科技的500W ATPLUS铜牌全幅电压 光宝是OEM大厂,品牌机的电源一般不敢马虎 毕竟要提供三年的上门保修 这个电源感觉200多到300块还是值的 显卡供电方面除了已经在用的8PIN以外还预留了一个6PIN 虽然电源的这12幅写着分了思路 但是我们测试过换上R9390大火炉双烤 并没有触发断电保护 所以8加6的显卡还是问题不大的 为了看一下还没有零售的i7-9700CPU散热器当然也不能被放过 任期间采用的是12公分风扇的散热管塔式散热带有铜底 风扇居然是来自富土康 而且电流也是不低 那么这个就是传说中的9700不带K了 等一下来跑分看看 主板秉成了品牌机的一贯特点 在不出问题的情况下能省就省 供电和南桥都没有散热,不过因为是B360也不支持超频所以倒还好 主板供电和CPU供电都是用的标准接头 所以如果想换电源的话还算方便 前面版的针角有点特殊,如果想换主板的话可能就要折腾下了 最后来看看背面的走线 嗯,不算好看,但是分类还算整齐 而且每一组线有专门的卡扣固定 维护起来还算方便 看完拆解接下来跑几个分看看,在CPU-Z的Benchmark中 9700的多核分反而比9700K高了一丢丢 应该是因为这个测试时间比较短出现了误差 在Cinebench中的多核表现,9700依然是和9700K非常接近 9700K全核锐频4.6,9700则是4.5 不超频的情况下本身差距也较小,也算是在误差范围内 单核得分就确实还是9700K强些 对于不想超频的用户,9700确实是个可以考虑的选择 可惜目前还没有零售 而且从以往的经历来看,可能不会比9700K便宜很多 英跳官网的价格是9700比9700K低50刀 而百能的这张RTX 2060在SUNYMARK中的层级会比人选版低一点点 实际游戏中公版的频率在1860左右 而任期牵基本稳定在1800,得分比例和频率比例接近 娱乐道师总分超过了40万 接下来我们实际跑了几个游戏 正好我们之前做OBS相关测试时 有9700K加2060的数据,就顺便抓过来做了一下对比 在吃内存带宽的吃鸡之中 因为我们之前测试9700K时用的是3200的内存 所以任期牵的表现会弱一些 但是在训练场内任期牵也能保持在100多帧 已经满足游戏基本要求了 而在MHW这边略低几帧,基本和显卡频率比例接近 因为之前的F1版我们只跑了几个游戏 加上2060并不是新卡,性能表现大致和频率挂钩 所以这里补测了一下更新后的光线追踪加DLSS的表现 在战地5中画质开到高,DXR开到中同时打开DLSS 在2K分辨率下,路特丹这张图都可以稳定在60帧以上 表现比首发的时候要好了不少 而过了这么久,古墓11总算把光线追踪和DLSS也加上了 同样是2K分辨率,最高画质加中等级光追再加上DLSS 在复杂场景下也能维持在45-50帧这样,测试场景最后总的平均帧数是58 不过在玩游戏时,我们发现这台机器还有个奇特的问题 9700加2060游戏时明明功耗只有两三百瓦,但是噪音却能去到差不多60分贝 比游戏本的声音还高,这么大台的台式主机这个音量实在是不太合适 看京东的评价页这个配置机型也有特别多人反应噪音的问题 但是任系列其他配置的评价我们看了一轮都没有这个情况 在BIOS中我们也没有发现风扇转速调节的选项 刷到最新版本的BIOS,音量也没有改善 最后将机箱打开之后发现声音是从前置风扇传出来的 拔掉之后瞬间世界就清静了,而京东的销售页面上还把3400转的风扇当做了慢点 好在自己换两个静音的前置风扇并不难,也不要多少钱 后来有人帮忙问了一下,说是很快会有BIOS更新修复这个问题 嗯,希望是这样吧 这台机器的内内外外再加上基本的性能表现看完了 那么是时候来算一下它的物料成本 CPU目前还没有上市 所以这里是根据9700K散片价格和Intel官方差价大致算出来的 主板方面目前盖版的B360在350左右 任期签这里有品牌机的售后加成,多算它50块钱好了 算上OEN版正版系统和Office以及各种小零件之后,价格大约在7000出头 而目前这台机器在京东的零售价是8400,我不确定渠道价是多少 但虽然物料成本对比自己装机还是存在着1000多块钱的溢价 But,任期签在京东上面还有一个8GB内存加1660Ti的版本 价格却低了1000多块 我做视频的时候秒杀价是6969,正常也是7100左右 现在1660Ti和2060的差价就三四百块,再少一根内存200多 这样算下来明显要划算不少 而且评论区还普遍反映声音很小 剩下的几百块钱溢价就等于是有人帮你组装好电脑装好系统测好稳定性 同时提供三年的上门保修服务 对于电脑新手来说还是能省不少事的 当然如果你不使用Windows和Office的话,价格就还要再算 感觉联想应该是提前签好了一段时间的订单 所以到现在2060版本还是和1660Ti版本保持着首发的差价 去年应该也是因为订单的优势 所以当时在内存和显卡涨价之后,任系列还是能保持着低价 不过即使是这台2060的版本,其实和其他同配置的品牌机相比还是要便宜一些 所以不得不承认,如果是帮三大妈的七大一的小侄子买电脑 这台机器还是比较合适的解决方案,收购压力就直接转交给联想了 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想看到更多的新鲜电脑资讯和稿机技巧 不要忘记订阅,以及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 以及要多谢电脑拨评测试接到这台热气签,记得关注一下他们的微信公众号 那么下次再见,我是翼王,拜拜